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20号星期六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银行业的资产恶化 注销3万亿的资产 那么银保监会再收紧网络贷款 第2个主题是 东三省人口危机到底会严重?那么这是一个后续性的新闻 因为从上个月,从这个月开始 我们连续做了几个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这个主题 那么今天我看到一些资料,我就今天跟大家一起再把这个新 把这个主题再延续下去 因为经常会有 会把这个人口问题的危机用东三省作为一个例子 那么东三省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我们先说这个 先说新闻,新闻是银保监会2月20号 发布了一个 这个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 这个通知是在 去年7月份 颁布了一个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暂行办法的基础上 进一步收紧 监管标准 那你想一下 去年7月份 这个银保监会 公布实施了一个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的 暂行办法 然后 半年 半年时间又出一个通知 通知就增加了要求 他增加了四项监管要求 第1个 商业银行和合作机构共同出资 发放互联网贷款,因严格落实出资比例 区间管理要求 要求 单笔贷款 单笔贷款中合作方出资不得低于30% 很耳熟吗 这就是给 蚂蚁集团说的 蚂蚁集团上来就是,蚂蚁集团你出资不能少30% 这是第1个,第2个 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 若共同出资,发放互联网贷款 与单一合作方 开发的 本行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一级资本 净额20% 然后就控制这个限额了 就是 互联网的贷款 不能超过这个 资本金额25%,限制他的 设一个玻璃天花板 然后就是 就是商业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 共同出资 发放的互联网贷款,不得超过 本行全部贷款余额的50% 第4个,地方法人银行的互联网贷款 只因服务当地客户 不得跨 注册地 开展 互联网贷款业务 这个非常耳熟 为什么 因为当初这个蚂蚁集团 上来就 限制,其实 当初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的暂行管理办法 基本上是 针对这个蚂蚁集团 设定一个要求 那么现在 再增加四个要求 四个要求是针对银行 银行这一块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下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 地方法人银行,它通过互联网 去 之前刚刚出了一个规定,就是你只能够在本地 吸收存款 不能贷款带到外地,跑到外地去吸收 就说 你在互联网上面 你只能吸收本地银行 就是 储户的存款 所以呢 规定上来之后,直接把要求 这些互联网的这些平台 全部都下架了 中小银行的存款产品 你可以看到这个银保监会过去一段时间不断的出招 出了很多招 出了很多招 比如说 第一招打谁 打蚂蚁集团 蚂蚁集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让银保监会让人民银行出手的原因是什么 银 蚂蚁集团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带着中小银行 做互联网的 存款贷款业务 带着中小银行去做存款和贷款业务,然后蚂蚁集团又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 就是大数据 他把大数据 跟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 帮助中小银行干什么 控制 信贷风险 在银行所有的 在银行所有的业务当中 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 就是控制风险 任何一个商业银行,你能够控制你的商业风险,你的信贷风险 你就有核心竞争力 因为商业银行的核心成本 就是信贷风险 你把信贷风险降下来 那你这个商业银行就非常的厉害,你会挣很多的钱 中小银行 发现了 蚂蚁集团可以帮他找到客户 找到什么客户 找到贷款的客户,因为他手上有什么 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支付宝 这边有什么 这边有淘宝 还有个阿里巴巴 他这几个平台结合在一起 他既有什么呢 他既有存款的客户 又有贷款的客户 为什么,因为你买淘宝 在淘宝上面,你要买东西发现账上没钱 马上要借钱 这就是客户,这是需求 那么 蚂蚁集团把这些所有的数据放在一起来 他很清楚的知道 谁的信用的水平怎么样 他的支付能力怎么样,他很清楚 你想一下,如果他的 支付宝里面 有1万块钱余额 你接他3000块钱算什么 所以他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小银行找到了大救星 找到了什么大救星 找到了跟大银行竞争的大救星 因为在中国,中小银行没办法跟大银行竞争 两个原因 第1个原因 他的存款基础不够 中小银行他只有 有限的 支行 人民银行控制这些商银行的方法是什么 最根本的控制是什么 就是开分行 你家银行 我要扶持你 我就让你多开分行 你多开分行 你就能够吸收更多的存款 你有存款,存款是什么 存款是最廉价的资金 银行是做资本的生意 廉价资金你就竞争优势 所以呢商业银行 特别是中小银行 他们没有办法跟大银行竞争,大银行是什么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 存款储蓄银行 这六大银行现在是 最大的银行 没办法跟竞争的原因是什么 分行不足 分行不足怎么样 你的存款基础不够 你的存款基础不够,那你的贷款业务就开展不了 贷款业务因为你存款不够,资金不足 而且 你没有分行你也找不到你的客户 因为在地服 好了,现在跑出一个蚂蚁集团来 蚂蚁集团呢 帮助中小银行 贷款 贷出去 而且风险很低 风险非常低 这是一个,你要有贷款 贷款是挣钱的 所以中小银行就跟蚂蚁集团合作 然后呢 还发现,哎,蚂蚁集团我把这个产品放上去,还能够吸收存款 无远不近 一抓全中国的 全中国的这个 全中国的这个客户 那中小银行 像长的翅膀一样 飞起来,因为为什么,它成本低 它跟大银行最大的差异,我刚才说那是短板,它分行少 但是 分行少的成本低呀 大银行 这个分行多 它基础高,基础大 但是它分行多,成本也高,因为是一个分行 它成本 成本非常的高,有租金,有人力 这下子麻烦了 麻烦大了 对这些 对这些大银行来说 一下子 你看,存款又跑出来 贷款又跑出来,而且贷款现在是 网络贷款,它只是涉及中小 中小型的贷款 小规模的贷款 还不是大规模,等它到了大规模的贷款 那更吓死了 所以这些国有大银行 就像什么 像他的亲爹亲娘 亲爹是谁 银保监会 亲娘是谁 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先把谁打掉 先把蚂蚁集团打掉 蚂蚁集团你不能够做 科技公司 你必须做什么 金控公司 把你一起纳入到我的监管当中 这就是打蚂蚁集团的 最核心的背景 后面怎么样,蚂蚁集团打下来之后 好 所有的平台 必须把什么呢 把这个存款业务 存款各个中小银行的存款业务 全部下架 所以现在你可以在网上 你可以看到一些 只能做本地的存款 下架 下架目的是 不能够出现 存款大搬家 那这就是大银行,就是国有大银行给这些亲爹亲娘 这就是 互犊子 再 再来一个什么 再出一个 叫什么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占行办法 他其实就是针对什么呢 先是针对蚂蚁集团 一看商业银行这块也得管起来 今天出来的这四个规定 就是把商业银行也管起来 这些中小银行 你们的互联网贷款 必须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之内 才能进行 这样的话 中小银行就没有办法跟大银行竞争 这就是这个 这个新规定的背景 为什么他这么干 因为现在 现在这些大型的银行 遇到了巨大的麻烦 巨大的麻烦在哪里 巨大的麻烦就是去年的疫情 去年的疫情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坏账 疫情造成了大量的企业的倒闭 大量企业的倒闭意味着什么 银行的坏账也会增加 这是第1块 第2块 政府有要求 要求什么 我印象中去年第3季度 政府开始要求商业银行 你不能追收贷款 你要展期 给这些客户展期 所以实际上呢 有些比如说到年底的 到期的贷款,你展期展到明年一季度,明年二季度 就是给他展期 因为你一收贷款,这企业就倒闭了 所以现在的商业银行,其实你可以看到 真正的银行的坏账 高峰 不在今年,不在2020年 是在2021年的第1季度跟第2季度 这个坏账会越来越多 但是 去年的坏账 仍然创出历史高峰 我给你读一下 这个新闻是什么 银保监费公布的统计数据 2020年中国银行业 共注销不良资产 就是坏账 3.02万亿人民币 那么按年飙升了 50% 金额创历史新高 那么这个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 还有一个风险官 见新闻发言人肖元起,说 受疫情和外部环境影响 2020年银行业承受较大的压力 中国银行业面临重大的贷款 素质恶化的压力 坏账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这是不可能 是一定的 他补充说 监管机构已经进行了这个压力测试 并且已经就潜在上升的不良贷款制定 应急计划 截止 2020年底 中国银行不良贷款 总额余额35000亿人民币 较年初 增加了2816亿 那么不良贷款率 1.92 比年初下降了6个几点 为什么会下降 为什么会下降 因为他们把坏账给 注销了 注销了就下降了 那么银保监会说 中国银行 业 去年做出了19000亿的 拨贝 什么叫拨贝 就是把这个钱 把钱 放到旁边 万一坏账从这里面出 增加 加强应对潜在风险的缓冲 盈利方面 银保监会公布 中国的商业银行去年净利润2万亿人民币 按年下跌1.8% 截止2020年年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 319 万亿 同比增长10% 然后人民币贷款 增加19.6万亿 同比 多增加了2.8万亿 然后肖元起说 在存量风险处置方面通过银保监会通过 轻收 核销转让 处置了不良资产 3.02万亿就是我刚才讲的 核销 力度全所未有 金额也是 历年来最高 肖元起说 在房地产领域银保监会建立了房地产 融资全方位 全口径的统计体系 如果银行房地产风险 暴露金额超过净资产一定的比例 必须采取有利有关措施 等等 然后呢银保监会 将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 补充中小银行特别是地方性银行的资本金 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么你从这件事情给看出来 这个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总体的思路就是两条 保大放小 就是 保大的 中国这些大的银行其实他们的金融风险 比中小银行还要大 大家想一想 像什么海航破产啊 像什么这些这些大的你可以看到大的这些 机构啊 他们当他们破产的时候谁会受损失 受损失最大的什么 就是这六大银行 领导批条子 都是批给这六大银行 为什么 因为他有足够多的钱 所以你想想 这些大银行背后的窟窿有多少多少 那都窟窿大了去 上了一个几千亿上了一个几千亿 中小银行没有那么多 反而没有那么多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他为什么要保大 保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大银行的窟窿更多 这是第1个原因 第2个原因当然是政治上 这些大银行是什么 这些大银行是亲儿子 钱袋子 大银行全部都是央企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这两个问题 好,我们第1个主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先讲讲这个 东三省 人口危机,也可以叫东北 东三省人口危机到底有多严重 第1财经的数据,我现在引用的全是第1财经的数据 他们记者做了很好的工作 所以我用他的数据来跟大家报告 这个东三省的情况 那么第1财经的记者呢,他们统计了 从2013年到2019年人口的情况 他是这样 东三省 从2013年到2019年 人口减少了183万 出生率全中国垫底 其中辽宁省减少了38.3万 吉林减少了60万 黑龙江减少了 83万 从 从南到北越来越厉害 那么6年 中小学,小学 在校生 减少了53万 小学生 那么 那么 这么三个省 合计 减少了 182万 这几年,6年期间 减少了182万 182万什么概念,就一年,每年 东三省 每年减少的人口是30万 那么 2014年 黑龙江 黑龙江常住人口3833万,比上年减少2万 这是 黑龙江 开始人口下降 从华市 他们是从2014年开始 东北 率先出现 下降的趋势 然后2015年 辽宁 开始减少,2014年 也开始出现下降 比2015年 比2014年下降了9万人 那么2016年 吉林省开始下降 吉林省开始下降了多少呢 20万人 所以从 从 这个时候开始 三个省 都开始人口下降 那么 黑龙江,辽宁,吉林 2017年 出生率分别排在 倒数第1 倒数第2 倒数第3 2019年 黑龙江出生率 全国排名 倒数第1 吉林倒数第2 辽宁倒数第3 总之这三个省 在出生率全国排名 都是垫底 那么另外 东北的小学在校人数看下降幅度更大 那么2013年 这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啊 2013年中国在校的小学生 是9360万人 到了2019年 多少人呢 1亿人 10561万 这么6年间增加了1200万 这是真的吗 为什么 6年间中国的小学生的人数是在下降,持续下降 这个数据呢,易甫前先生曾经拿来用过 就是说实际上 出生的人口 就是 小学生这个2013年到2019年,小学生出生的人口 对应网上对应的出生人口 是在下降 那你小学生的人口怎么可能增加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为什么会出现统计数据在校人数上升呢 作假 为什么要作假 因为作假呢 能拿补贴 就是 各个省 特别是地方政府,市政府 有非常大的动力在作假,因为 因为小学生的教育经费 中央政府是有补贴的 中央政府我印象中是一半一半 就是 中央政府逃一半 地方政府逃一半 所以中央政府是根据你小学生 报上的人数 我给你发钱 所以你想一下 这是多大的利益 所以各个省 各个市 都在报大数 报大数的结果 六年间中国小学生增加了1200万 但实际上是假的 然后 20 2013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 在校 在校生均出现减少 分别减少分别是9.3万 17.6万和26万人 合计减少了 合计减少了多少 减少了53万人 也就是说2016年2019年 东三省的小学生在校人数 比2013年下降了10% 下降了10% 然后呢这个 东北有31个城市 这31个城市在过去6年 只有三个省 三个市 一个是沈阳 一个是大连 一个是长春 在校生是增加的 其他的 均大幅下跌 比如说 四平 四平大家知道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很有名 林彪这些 打了一仗,四平这场仗打得非常的残酷 奇奇哈尔 下降幅度很大 2013年 四平的小学生在校生是18万 2013年 到了2019年变成多少 9.56万 少了将近一半腰斩 那么 吉林大学,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所 他们对这个东北 人口下降的这么快 原因分析 主要还是经济原因 经济下行,就业机会减少,人口大量外流 一部分年轻人外流后,老人也跟着外流 因为为什么,退休就投奔儿女去,去了南方 这是 这是东北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那么数据显示 目前 东北三省 人口都出现净流出 那么其中2019年 黑龙江流出的人口是18万 吉林流出的是11万 那么辽宁流出的是4万 那么另外一方面 出生率低 也是跟什么有关 跟东北原来的这个 体制有关,东北国营经济全是大国企 那么 这些职工都住在城市,而且城市化很高 所以他要搞计划生育 基本上非常的严厉 所以基本上你看东北的执行计划生育是执行的最利做的 因为都在单位 那么加上什么呢 加上你这个经济又不好 独生子女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很重 所以 生育率就会低 那么 东北呢就很想干什么呢 就很想开放 那么辽宁省 辽宁省的常务副省长 丞相群 在去年就在两会上 要求 将这个放开东北地区 这个生育政策 这个我们上一个主题讲这个 讲这个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的引起这个 引起这个话题的就是卫健委 针对人大代表 提出来,人大代表提出了一个提议 说先放开 率先放开东北 东北地区的这个生育政策 然后卫健委就出了一段话 引发的这个议题 那么实际上呢 东北的人口的危机 最终导致什么后果 最终导致其实 有两个后果 第1个后果是什么 第1个后果就是经济增长 当你人口开始下降的时候,你经济增长的水平 基本上是垫底 就说 除了像东山省 辽宁好一点 黑龙江跟吉林就非常的不好 那 其实 除了像什么新疆啊,西藏啊,青海 东北基本上是最垫底的 在中国 那么经济增长 还有一个 社会的紧急度非常差 你去东北看一下 现在这个季节,冬天的季节 那下午五六点钟,四五点钟,马路上就已经没有人 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看到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 就是养老金 养老金社保 那么2016年 我们现在最新数据没有啊,现在已经不公布了 2016年 黑龙江的养老金亏空是 321 2016年的数据 这个当时已经开始,人口开始下降 那么辽宁省 亏空是254亿 吉林省亏空52亿 养老金的亏空 养老金亏空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是 人口的老龄化 人口外流,年轻人外流,剩下全是老人 老人的话那你 领的人多了 供款的人少了 那就是亏空 到了2018年 到了2018年,黑龙江省的亏空 养老金的亏空已经增加到 476亿 476亿 而辽宁省的养老金只够维持1.7个月 都是在亏空的这些 那么 你可以通过这些数据,你可以看到 就是人口危机对一个地区的影响 是非常大 所以人口问题 是一个地区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的 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那么今天还有一条新闻 什么新闻 南京市政府 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 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 那么 这个 晚了一点 中国各个城市现在开始抢人 抢人抢的最成功的是谁 抢人抢的最成功的是西安 西安一口气在一个月之内抢了30万人 落户30万人,一个月落户了30万人 一年下来,我印象中好像增加了五六十万人 这个西安 西安这个抢人的后果是什么 房价涨不起来 所以各个地方政府 现在开始都有 都有特别是一些省市 开始抢人 现在你可以看 现在各个城市的竞争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中国的各个城市开始互相竞争 因为 抢资源 最终的结果是领导的乌纱帽,你上不上得去,看你能不能把这事搞起来 那么各个城市的竞争 首先是什么竞争 首先是产业的竞争 你要是有产业 你才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当你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的时候 那么人口就会 向你这个城市跑 向你这个城市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城市的房价就会上升 那么如果你这个城市 没有足够 强大的产业基础 那你就无法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你没有更多的就业岗位 人口就开始往外跑 所以往外跑的话呢 那你这个城市的房价最后会跌下来 所以实际上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你要看一下这个城市,你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杭州 杭州为什么这些年房价暴涨 它是有产业,有什么产业 互联网产业 互联网产业 有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在带动了整个互联网产业 那么互联网产业起来以后,它有更多的就业岗位 所以 杭州的房价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那么坚挺 原因是在这个 那有很多城市 有没有这么强的 产业基础 没有,所以那么强,没有那么强的产业基础 它房价能不能撑得住 当然撑不住 所以 购置业 首先要看这个城市 有没有产业基础 有没有产业基础之后 再看这个城市是人口流出 还是人口流入 如果它这个城市是人口流入 又很强的产业基础 那房价才站得住,所以你可以看 日本的经验是什么 日本的经验是 老龄化来临,人口开始下降 然后经济开始收缩 当经济开始收缩的时候 人口往哪里流 往中心城市流 往中心城市 然后中心城市会变成特大城市 它人口反而会增加 但是 它其他的城市 人口会迅速萎缩 特别是那些小城市,很小的城市 迅速一下子就 没落下,没落掉 这件事情应该在未来一段时间 也会发生在 发生在中国 所以 北上广深这几个城市 大家会这几个城市 会继续扩大 就是 当经济收缩的时候 反而这些特大城市会扩张 而 其他的城市 会萎缩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趋势 好吧,那我们今天因为星期六,所以我们就 不讲太多了,就讲这两个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微信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一定要点赞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1个这个 第1个这个问题,就是 银行的金融风险 银行的金融风险 大家要留意 3万亿,历史新高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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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lubhouse follow了王老师,那天您开讲 还是我太太提醒我 他没有听过王老师的节目,竟然都知道王老师开课 谢谢 谢谢 谢谢,难得赶上一次直播,请王老师喝普洱茶 谢谢 好,提问 提问王老师,银行注销的3万亿坏账 最终哪方面为此买单 直接注销这些坏账对金融市场和 国内的经济有什么影响,好问题 谁买单,银行买单 银行不是有这个 他有这个 拨备,什么叫拨备 就是 我拿一部分钱,我在这个银行在 存款贷款,存款贷款的过程当中 我拿出一笔钱来,放在边上,不用的 这叫拨备 这叫备付金 什么叫备付金 当我出现了坏账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备付金把这个坏账填上 然后我这样才能平 如果有会计就懂我说什么 就是你账必须是平的,必须是平的 我就用这笔 填上 就平了 所以 这个注销坏账 是谁承担的,当然是银行承担 那么 但是呢 他并不是这些坏账 香港叫什么,香港叫撇账 撇掉 就是扔掉的意思 在这个账本上就是滑掉 滑掉就销掉注销 银行不可以随便注销,必须银保金会批准才可以注销 注销,然后这笔资产 这笔坏账,比如说 三个亿 三个亿其中有100个,100项贷款 那怎么办 打包 卖给谁 卖给他的资产管理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拿来之后,拿来一个资产包 两亿,卖给他多少钱呢 卖给他2000万 2000万这个 资产管理公司拿到这2000万的 资产包 其实是两个亿的贷款 然后就找黑社会大佬,来开会开会 那我这里有 100个客户 这100个客户全欠我们的钱 你们这黑社会大佬 帮我去追债 这些人就拿着这些 一人分三 30个 就去催债去了 这就是资产管理公司干的事情 他们就靠这个挣钱 观点,四大行坏账注销,不是四大行,是整个的银行业 把坏账转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银行既亏损就好 如果资本金 不够,财政部会充值 没什么影响 不对 你这把事情 你这把事情看简单了,如果银行是这么简单的话 要我们干什么 你这种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民粹 民粹是什么 民粹把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这就叫民粹 观点 强国管家做生意都是有个概念 从来不以盈利为目的,只以统治为目的,这也叫民粹 做生意嘛,肯定是要挣钱的 特别是你像这些商银行 这商银行都是上司公司 他还是要挣钱 那当然 他还有政治任务 背后还有政治任务,背后的政治任务 这个行长就比以前 要难当 难当是什么,一方面你还要挣钱 另外一方面你还得完成政治任务 所以 不是你讲的这么简单,如果有这么简单,我做这节目干什么 你说呢,怎么一句话口号往墙上一贴 共产党是坏人 他们胡扯 不就完了吗 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不喜欢这样去 喊口号,没意义 情况,某股份制中型银行 三线省会城市分行 行章年终奖300万 日常年薪将绩效300 万以上 税前收入不算,灰色收入300万加 贵员和机关技术岗位,年终奖2万 平时工资大概5万 省理开会,金融副省长站台不许抽贷 不许抽贷华夏幸福18万亿 华夏幸福有18万亿,马上到期 不对吧 我印象中 华夏幸福到期,今年到期是2000亿 前几天查出制航行长腐败 违规贷款5个企业 贷款都已经合销处理,我就想问这么差的管理 行长凭什么一年 小1000万的收入,合法吗 美国收入差距这么大 怎么业绩这么差还能挣这么多钱 三线省会城市 银行的分行、行长 你这个数据肯定是错的 我跟银行还是很熟的 这是绝对不可能是的事情 城市分行的行长 年终奖300万 绩效加年薪300万 加在一起600万 一个分行的行长 开玩笑 灰色收入你还知道,灰色收入你不可能知道 你的这个情况 我认为都不是正确的 都 基本上是错的 这些年银行的收入其实是在下降 而且下降的很厉害 年终奖300万 我跟你讲 就算是房地产公司 的老总 年终奖 都没有300万 就是上千亿的房地产公司 的老总 年终奖都没有300万 所以 你这数据完全不正确,你对情况不了解 观点,我觉得中国政府不会怕坏账 因为可以通过强制式行政手段,要老百姓 这就是喊口号 喊这个口号有意义吗 你说呢 国家在他手里 你想想看 国家在他手里 他一当统治 这个国家就是他的 那是生蛋的鸡 他会想不想喂好他们,当然想不想 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问题是瞎搞嘛 他不懂嘛,瞎来嘛 我不喜欢这样 喊口号 情况 老家东三省县级市 全市23所初中 五所高中 每年初中毕业生27000人左右 能考上高中的大概是5000人 18% 全市能考上本科不到1000人 全部集中在两头 在头部两所高中 余下三所大多数考专科 也就是说在这座城市生孩子 孩子能读本科的概率不到3.7% 基本上是这样 现级市基本情况是这样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系统性的歧视 或者系统性的社会不公 就是 你因为你出生在这个地方 你得到的教育 你得到的发展的机会 就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为什么大城市的人口会不断的膨胀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在于 大城市的机会 比小城市多很多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就是系统性的社会不公 和系统性的歧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国家 他没有道德 观点 大连的中小学人数上升我表示质疑 我就读的初中当年班级是80多人 78年前只有20多人 大学的中小 大连 我们有说大连的中小学人数上升吗 中小学人数在下降 我们看一下 我们那个数据有 中小学人数上升吗 仅沈阳大连 和长春小学在校生数量 有所增加 为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人向中心城市聚集 情况 我家辽宁 虽然沈阳大连学生人数上升 一部分原因是周边城市的学生 选择去大城市上学 跟我看法一致 因为沈阳和大连的初高中是辽宁省最好 去那儿上学的目的是考个好大学 离开东北 前几年回家 外面很难看见 20岁到40岁的人群 情况 身边好多黑龙江的年轻人 来浙江打工 条件好的就在这里买房 很多是 独生子女的父母跟着来 是这样 情况 王老师你好 我是哈尔滨人 小时候的同学朋友都去了 当地新区买房居住 我们老区多数都是老年人 年轻人比较少 哈尔滨现在周边的县城的人来乘买房定居 其他朋友定居南方城市的多 我目前在北京工作 明年也会去广东找个二线城市定居 不会回东北 第二条路就是 在日本做普通劳动力的工作 之后找机会 转经营签证 我发现日本的东北人很多 为什么 我看抖音里面 关于这个 在 介绍日本情况的 都是东北人 好像 所以好像日本人真的也很多 观点 去过一次山东 跟当地政府人员打交道 简直就是匪气死足 哪像个官员 一个个跟流氓没啥区别 观点 中国人对生命的轻蔑 也是人口问题的根源之一 上个世纪的独生子女政策开始 就留下这个祸根 对育林妇女大规模的节育 甚至强制堕胎 造成了几千万女婴的流产 对于出生在80后的我 长大后每次看到这些资料和信息 触目尽心 在想到那些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留守儿童 他们又得到了怎样的关注和帮助 我无法想象 一个对生命毫不尊重的国家 的民众会踊跃生孩子 我有很多同学决定丁克 大概是这个道理 有道理 说得很好 观点 人口数据作假 骗中央补助 感觉好像历史小说的军队吃空架 果然是要复兴传统文化 只是现在科技大数据 中国不是很强吗 怎么可能地方政府作假 中央不知道 感觉根本就是各取所需 上下乡贼 上下交乡贼 观点 感觉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共匪 给挖的坟墓 现在坑 坑已经挖好 共匪是时候躺进去了 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给共匪 陪葬 情况 我家哈尔滨 我舅舅一辈子在当地小国企工作 几年前退休 去了韩国打工 上次见他时 他颇代感慨的说 这边的人啊 有事都是好好说 好好商量 我一时无语 可以想象他一生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工作 他怎么说 我再重复一下 上次见到他 他颇代感慨的说 这边的人啊 有事都是好好的说 好好的商量 所以在韩国 情况 现在中国大陆很多小区 都借着抗议 需要之名安装社区广播 天天播放习近平语录 和洗脑新闻 洗脑都洗到家门口了 观点 王老师说的没错 我这四线城市 朋友中 朋友中行分行行长 欠了网贷300万 被人堵门 刚听说的时候 我们都傻了眼 真没想到 提问 国内的六大银行是国务院的亲儿子 身份地位这么高 在六大银行工作是一份比较体面的中产职业吗 现在仍然是稳定高薪的人都想进的吗 如果做到中层或者中层以上 是不是更好 能更好的获得 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 先谢谢王老师解答 第1个 现在去银行并不是一个 非常好的 好的就业岗位 为什么 基本上现在你去银行都是做销售 销什么售 卖理财产品 就是你可以看到 那些分行 分行的那些小姑娘就是 有两个窗口 现在银行的格局是这样的 现在银行那个分行的格局就是 进去以后 左边 两个窗口 办理业务 右边 一排桌子 有一排 银行的工作人员 那全是卖 卖什么 卖理财产品 后面有个门 后面有个门 那个进去 还有一个服务 小的服务厅 那是VIP客户 现在分行就是一个这样的 你现在去银行呢 就是坐在那一排 卖理财产品 卖给谁呢 现在去分行的只有什么呢 只有老人 老头老太太 那么小伙子就服务老太太 小姑娘就服务老头 就把他们弄晕 然后让他们买理财产品 基本上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样的工作 有什么特别好的政治资源 或者经济资源 我不觉得 这是一个 然后你说做到 做到这个 算不算中产 不算中产 你只是一个 一个金融机构的底层而已 如果要做到中层或者上层 中层以上 你得很优秀才行 还有 你得有足够优秀 你得有足够多的人脉 就是说你上面得有人 还有 你还得有机会才行 所以 不一定那么容易 现在银行 我有个同学 她们家 她们家闺女 当然 也是有关系的 就直接去了银行 干了多久啊 那个小姑娘挺好的 挺厉害的 又漂亮 又能干 还懂事 干了多久 干了半年不到吧 就回去了 而且是 而且是六大行 所以 不一定是 不一定那么好干 越发达的城市 这种商业机构的竞争 越大 而且 别忘了 坐在旁边就是北大清华 全都是 甚至是留学回来的 情况 土生土长80后 哈尔滨人在澳洲定居 从小的同学留在后面 哈尔滨的目前没有孩子 生育率低的可怕 情况 其实除了东三省 还有内蒙 东北地区也是一样的状况 人口流失非常严重 经济高度国有化 城镇中小学生特别少 没有出路 提问 王老师 您之前说中国的情况很复杂 是不是也存在南北差异 因为我发现你每次讲中国问题 后面都会跟一句主要是北方 我看南方发展得很好 而且北方现在人口只有不到6亿 那南方发展怎么样 感觉南方好像不在CCP的 统治范围 完全是另外一个田地 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 我通常讲什么情况 我会讲 北方 两个情况 第一个 地方政府的 财政状况 我会讲 北方的情况比南方恶劣很多 这是第1个 第2个 讲市面 市面的行情 紧急度 就是市面那种情况 那北方的情况比南方差很多 中国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一刀切 南北方 差别很大 中间再切一刀 东西沿海 差别很大 所以你可以看 孔雀东南飞为什么 最好的是什么 东南 是中国最好的 经济最好的地区 最差 西北 然后就是西南 东北 你把中国 切成四块 大概的情况 最好是东南这块 最差是西北那块 然后是东北 然后是西南 大概是这样 然后是华北地区 所以 它是中国的地域差距差别非常大 就算在一个省 不同的城市 差别也很大 你比如说 辽宁 辽宁最好的城市是什么 大连 然后其次呢 沈阳 那么其他的呢 辽宁其实是中国城市化 最早 最发达的一个省 所以辽宁原来是很厉害的 非常厉害的 辽宁足球队 大连足球队那都是 原来是横扫 因为什么 经济条件好 所以辽宁人当年是 非常强的优越感 因为大国企都在辽宁 包括东北 所以 你像吉林 吉林一气 很厉害的 当年辽宁是老大哥 铁牢就是 东北老大哥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 时代的变迁 所以不一样 我没有说南方有多好 但是南方有两个特点 特别是我讲的是东南这一块 有两个特点 第1个 外资经济比较发达 外资比较多 第2个 私营经济比较发达 政府在这个经济中的 占的这个比例相对比较低 跟北方不同 北方政府在整个经济里面 是一大块 政府要是没钱了 这个城市就是死的 政府有钱了 拿到钱了 那这个城市就很活跃 那么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 提问 看到王老师 推特转发上 张雪忠教授最近发的帖子 想请问您对此的评价 由于自己肉身还在墙内 不敢转发 怕被喝茶 只是点了赞 张雪忠教授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法学家 尤其是他在宪法 宪法学领域 非常有研究 所以我非常喜欢他 而且 他是一个抱持着 抱持着这个 普世价值观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所以他做了很多 基础性的 科普性的工作 非常的好 我非常支持他 据说他 据说他已经被公安带走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这个 美国大选期间 美国大选期间有很多人 对宪法不了解 他就出来做一个宪法的科普工作 所以越做越多 所以 就是那段时间我特别向大家推荐 张雪忠教授的推特 他也上了很多关于宪法学的课程 那么可能在推特上面 就是受到关注比较多 所以公安去找他 当然其中有一点就是他提出一个 中国限改 就是中国政改的一个方案 他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方案 大家可以去推特上看看 好吧 我这不详细说 请问王老师好 我一直不明白中共为什么不提倡 代孕 捐金 捐卵 我最近看很多公众 公众号都在讽刺国外代孕 或者捐金带来的负面影响 请问王老师对这方面的舆论引导有什么看法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国家 如果这个国家的目的是把人民 去实现这个国家的目标的时候 那人民人口是什么 人口对这个国家来说就是工具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 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通常这种国家都是什么 都是暴政 都是独裁 都是专制 所以专制 独裁的国家 把人民当做什么 把人民当做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这是第1个 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 好 以这个 一个 以人民为目标的 国家应该是什么 是实现 国民个体的理想的平台 人民要帮助人 国家要帮助人民去实现他个人的理想 这是国家的使命 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应该帮助人民去实现他的个人理想 这就是国家的性质 和使命 我们把这个事情讲完之后 你就会知道 捐筋 捐筋也好 捐卵也好 弹孕也好 是干什么的 这件事情是什么 是 有需要人 有需要的人 帮助他实现家庭梦想的一个工具 和途径 我身体有问题 但是我也想要一个小孩 那怎么办 找人来帮忙 实现我们家庭的一个梦想 我们要一个孩子的梦想 只是这个而已 那么所有的代孕也好 捐筋也好 捐卵也好 应该是服务于这件事情 所以 所谓的人口问题 是什么 人口问题是结果 而不是 目的 如果把人口问题当成一个目的 你比如说最近 我其实我今天很想讲一个故事 讲什么故事 就是讲最近这个离婚 中国离婚很困难 从今年1月1号开始 这个民法典一实施之后 中国人离婚比结婚还困难 现在离婚有黄牛了 为什么 人口问题 为什么 离婚一多 人口还会下降 所以 就想办法 制造你离婚困难 离婚困难呢 把人的离婚率降下来 数字好看一些 人口下降的这个问题没那么严重 这是掩耳道理 所以你想两口都要离婚了还能生孩子吗 这都疯了 所以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 国家 的属性是什么 国家 的属性是什么 国家不能够解决个人的理想 不能帮助个人去实现他的理想 这个国家不存在价值 所以 所以这是所谓的这些舆论与岛 都是浮云 不值一搏 提问 想听听王老师在移民前移民后 对中国大陆的汉民族 汉文化的看法 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汉民族汉文化 怎么说呢 没有变化 我的看法 我在我们节目当中讲的各种 对汉民族汉文化的看法 从 若干年前我就这么看 当然我的看法会不断的变化 跟我移民有没有关系 鸣谢 SWA 大朗 谢谢 为计划生育被人流掉的亡灵默哀 OK 好 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